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美国第一位连续杀人膜 H.H.福尔摩斯曾公称杀害27人 1896年被处以绞刑 但苏格兰警场和美国FBI CIA从笔记比对发现他就是开一堂首捷克 福尔摩斯原名马杰特 真真真孙就是自爆家丑的马杰特律师 也是梅根的远方亲戚 但除了梅根家世成为婚礼一大阴影 如今就连谁该牵梅根走红毯也一波三折 梅根父亲唐摩斯在最后阶段以心脏病发为由决定缺席婚礼 但真正原因恐怕是先前和狗仔协商以14万美元拍出的一连串瓷付宣传照 不止亲家问题多 附加英国王室也因为驱赶温莎古堡周边游民引来争议 从选王妃身世到王室量极评价 世纪大婚全球引尽期盼 相关人物一举一动也成为各界焦点 在新闻上